181這個平均 說真的這個廳 6米半的一個空間 這個橫廳 在現場這裡看的話 不知道你們在視頻裡面看又怎樣 但在現場這裡看這個廳 真的很舒服 同時這個廳一走出來的話 這種景觀 可以說有山景、湖景、海景 這個陽台這裡 這些南北通透的護形 可以說真的很舒服 獨家的房間來說 我們這邊還拿到最低的一個價錢 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頻道那裏 跟我們留言 或者是來實地這裡看樓 歡迎回來大灣區置業 買了樓沒有人跟 周邊100公里範圍內 有甚麼吃喝玩樂 大陸怎樣玩 當然找我們外灣客家人 在惠州當地地膽 找我們購房 售後無憂 專業數字最高 退休最佳攀拿 樓市諮詢最快 聯繫電話 852-6696-2377 852-6696-2377 當地露台 還有一個日子 開伸電話 更多的一方 在那裏 要把整座 用了 真的 看法 非常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惠湾角洞 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半海云山 相对于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我们半海云山的楼盘 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就是半海云山的囚楼部 今天就选了一些筍物介绍给大家 都是高层住宅、大平层可以说 一个就是我们79冬、181的户型 和125平的一个平层 这两个单位今天为什么会推荐呢 因为很多客户有时候不太喜欢别墅 那些高层住宅呢 特别是181个户型 是我们惠湾独家才有的房源 这个合作方给我们惠湾 那房源是有的 那价钱肯定是有惊喜的 好, 现在我们就去沙盘那里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今天介绍的两个户型的位置在哪里 好, 接着我这个镜头呢 过来看这个沙盘 真的有一段时间 没有说这个半海云山的沙盘了 一回到这里, 我觉得真的好像回到家似的 好, 看到这个是我们半海云山的沙盘 现在我们的位置就在这个售楼堡这里 这个售楼堡正在这个308帽的一个天然狐狸 它全部是山上的山泉水和雨水 全部位置在这里 就好像个罪宝盘那样 大家都知道水为财 圆圆不断的财 位置在这个308帽的一个湖里面 再一个半海云山开发商 专门打造了一个 2.5公里的一个沙盘湖公园 给到我们半海云山的业主去享受 每天的话吃完饭 我们可以来这里散步 或者拆拆单车之类 很少现在大陆这边有什么楼盘 带一个公园给你享受的 再一个呢 它在湖边这里还做了些游玩设施 第一个是咩咩牧场 咩咩牧场 相当于自己家里的一个小动物园 这里呢 里面是养了些羊 孔爪 松鼠 白兔 那些小动物 还有四岁到十岁儿童 游玩的摄施在里面 节假日的话 就很多入住了半海云山的业主 带着家里的小鸚仔 回来这边玩 再过来 旁边这里还做了些钓鱼台 那喜欢钓鱼的业主 就有福了 山泉水养出来的生态鱼 这些鱼有淡水鱼比较多 草鱼、红鱼、生鱼、乌龟、水鱼都有 全部是原生态的 再一个呢 再过来 这个应该是比较多人受欢迎 喜欢的露营基地 这一大片草坪 专门给我们业主的话 可以在这里露营、野餐、BBQ 特别是深圳还在上班的业主最喜欢 平常市区每天上班的工作压力比较大 回到自己的远区里面 有一堆草坪 让他们去露营 释放自己工作上的压力 可以静静地坐在这里 感受自己的大自然氛围 可以好好地释放压力 同时家里的小鱼也可以在这里 放风筝、踩单车 我觉得老人家的话 可以在这里 如何呢 可以跳舞 或者是练习一下高尔夫的推杆 给到业主活动的空间面积会比较大 同时露营基地旁边 还做了一个咖啡厅 在这里 这个咖啡厅 就是你玩累了 可以在这里 喝杯咖啡、喝杯奶茶 或者是 买点饮料 在这里 同时这个咖啡馆 还有出租烧烤的工具 还有露营装备 装备的话 它这边都有出租的 非常之方便 同时还有就是 有时候我们的业主 怕就住在这里 买东西不方便 那我们 在自己的远区里面 买菜的话 就有两个地方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个 十万坪的一个 有机农场 这个十万坪的有机农场 可以说是 现在海边这边 生态农场 最大的一个 只是半海云山这里才有的 那里面呢 是专门种植 绿色有机的新鲜瓜果 还有养植了 鸡鸭与鵝 酒地鸡 酒地鸭 我都有 还有里面还有鱼 那同时 业主可以进去自己採摘 或者在我们这间 小小的一个 新鲜超市这里买 自己选择 有空的话 我们可以进去自己摘 喜欢吃什么 我就摘什么 是吗 就是 摘一下 立刻就回家 下锅 炒菜 上桌 吃过一个新鲜 和健康 里面的东西 全部是不弹农药的 没有激素的 再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 79栋A区 这一楼 这里 是有一个 新鲜超市的 它是在 6月 月底开的 一个新鲜超市 现在里面的 那些 瓜果蔬菜 和调味料 肉 里面它都有卖 同时 它还有拿快递 的地方 一会 我们会附上 这个 新鲜超市 和它的一个视频 在我们的页面上 还有一个 就是它旁边 还有一个便利店 便利店 便利店 就是方便到我们 业主 每天就是买一些 家常用品 烟 水 酒 那些之类的 还有一个就是 有时候我们家的朋友 过来玩 人多 不想自己煮饭 那么我们现在 半海云山里面 它有两个 餐厅 第一个呢 是我们售楼部 这个对面 这个蒙重楼园 这里 这里是主要吃一个 中西餐为主 那么 中西餐呢 它也是我们 A区的别墅业主 自己开的 那么 同时它里面 还有一个 有个宠物托管 因为现在大陆 这边呢 很多些别墅业主 家有养的 那些宠物 有时候它想 就是业主出去旅游 那家的宠物 没有人照顾的话 可以托管 在我们这个蒙重乐园 这里 都可以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 C区这里的 C205 靠近我们 中央公园那里 那里的 有个私房菜馆 那么这个私房菜馆 它就是 自己家的别墅 拿出一层 改造成一个私房菜馆 那这个就大大了 方便了我们 那些半海云山的业主 一落楼 就有餐厅 就可以吃饭 还有呢 私房菜馆 对于那些 食材的品质 和调味料 要求会比较高一点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得放心 才有生意做 好的 除了这个之外 那第三方面 就和大家介绍 今天我们刚才说的 181平的大平层 就是我们的A区 这个79栋 那可以看到 这一栋楼 现在是 半海云山这边 最高的 26层楼高 做了两梯两火的一个设计 一栋楼才得50套单位 这一栋 之前我们半海云山 很早就拿出来买的了 现在开发商这边 只剩下6楼以下的楼层 那会湾这边专属的房园 就是我们合作的那些 全部是中高楼层 就有货园可以选择 还有价位 真的很漂亮 那这一栋 两梯两火 是坐不向南 正南正北的 那它呢 6楼以上 就可以看到这边的 露营基地 农场 最主要还是这个湖景 那上了16楼以上 还可以看到多少海景 完全是看三林湖海 这些稀缺的景观 那之前我们这个户型 是卖庇安家的 是235万左右 那后来那些成交价 大概都是211万左右 但是现在我们独家房院来说的话 价位还有很多很大的驚喜 到时候呢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 可以在资讯我们 那第二种户型呢 是在我们C区的C56栋 这一栋呢 它是125平的 那它都是做到两梯两火的 一个板楼户型 那125平呢 它又做了四房 四房两厅两位 那这一栋楼呢 它现在剩下的货源呢 不多 就是剩下二楼一套 一楼一套 但是它每一层楼都是可以 从这个C区这两排别墅中间 这条路这里呢 阳台那里那里 那看出来 都是看得到我们这个湖景的 一楼二楼都是一样 看得到湖景的 那它的价位呢 我7月份成交了一套 75万一后价 最低的价位 那它的均价呢 去到6千元不到的 带上个装修现楼 这个呢 就是 筍货来的 说真的 75万是清盘价的 来的了 之前那些业主买的呢 大多数都是在 89万到95万之间的 那这两栋楼呢 现在这两栋 全部是燕楼 还有已经是 有很多业主入伙了 好 那现在我们就上去实地看看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这个A79栋的17楼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里是两部电梯 那这一层才有两套单位 就相当于是一梯一火的 这种豪宅标杆 说真的 同时它的门也是做了商开门的 紫帽门 这种呢 看起来比较大气一点 那同时现在很多的业主呢 他会和家里的鞋柜 不可以装固定的 可以搬得住那种鞋柜 到时可以放在外面那里 那我们就不会佔用到我们室内的一个空间了 那再进到这里呢 以前我记得一个示范单位 这些位呢 它全部是做了一些柜位 到时你可以放很多东西 做一些长柜 那同时这个单位这一边呢 它还做了一个 嗯 以前是个书房 但是你都可以设计成一个客房 那这个客房呢 看起来的景点是南向的 看起来我们的一个湖景 和那个路易基地 山景 海景 这个客房的景观真是无敌 那同时呢 这个客房它这里 都是赠送了一个飘窗位的 这个职呢 完全是免费赠送给你的 好了 那再到看一下我们的客厅这边先 哇 181这个屏呢 说真的 这个厅 六米半的一个开间 这个是横厅来的 在现场这里看的话 真是 不知道你们在视频里面看又怎样 但在现场这里看 这个厅真是很舒服 同时的话 这个厅一走出来的话 这种景观 可以说有山景 湖景 海景 还有我们的农场 十万平农场 有机蔬菜的农场那里 看下 这里的十七楼 现在是看到很多海景了 还有我们的大雅湾 森林公园 同时有很多人应该会 好奇 旁边这个黄色的这个湖 是做什么的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半海云山的一旗 它还是建设工地 现在山上那些山泉水流下来 肯定是会带多少那些黄泥土 那就要经过这个沉沙池 我们叫做过滤池 要经过这里过滤了之后 水再排到我们那个湖里面去 相当于是 起到一个 淨化的功能 那同时 这个除了景之外 我们这个阳台的面积都很大 都是六米半的一个长度 成于大概两米二的一个幅度 都十几个平方的了 平常时现在有些业主 我记得九楼整层的业主 他和这些阳台那天封了窗 封了窗之后 然后他在这里一周围 摆了一些 好像个巴桌 平常时可以坐在这里 喝着杯咖啡或者是红酒 望着外面的景 就非常之舒服 半海云山这边 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别墅 很多人入伙已经住在 那夜晚看出去 它是有灯光的 就不像看海景那些 晚上的 半海云山这边的夜景都很漂亮的 因为呢 半海云山这个玄湖公园 和下面的别墅 它是有灯的 是吗 看出去是有灯的 同时可以看到 十里银滩前面那里是三旗 那些晚上都是有灯的 就不会说是晚上的 看出去是有景的 那再到里面的话 这边呢 这里开始就 哇 真是很涼爽啊 南北通透的户型 住起来应该就很舒服 这边就是它一个餐桌的位 到时你可以放一张 六人坐的大圆桌 或者八人的都OK 这里还可以做一排的那些櫃 那些酒櫃 是吗 再到一个呢 这边还有一个生活洋桌 对了 这个生活洋桌呢 看出去都是大景的 都是有景的 那有时候呢 大家会看到下面一块地呢 怕它到时候起高楼 但是它这下面呢 都是起别墅的 是一期的D区 一期的D区 起别墅为主的 因为半海云山这边呢 主打是一个别墅 那同时它的地势呢 是比我们A区这边 是低了差不多有三层楼 低了三层楼 相当于就是我们这里 十七层楼要加三 就是相当于二十层楼的一个层数了 所以呢 不管它 它几个别墅 别墅来说 最多是三到四层 最高五层 那完全这个景是 不会有遮挡的 固定了 这个景就定了形的了 那这个阳台呢 到时候呢 你可以就是设计 一些小衣机啊 和浪一些衣服啊 一个生活阳台 有些业主呢 它都会封了个窗的 真是怕有时候 这些难不通透的 互形风太大 和你的衣服吹了下去 是吗 那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厨房 哇 腰置型的 可以说呢 现在碧桂园所有的 高层住宅呢 它全部设计都是腰型的 这种 我觉得是比较大气 和空间 比较OK的 这边是留下的冰箱位 和电子全部是三星的了 全部帮你搞定了 留下的位置了 还有呢 这些櫃 櫃 櫃 櫃桌 抽油烟机 还有一个主食炉 还有一个消毒碗柜 这些全部都是交流标准 到时候全部是 直接是收楼 立即有的了 这些现在的水龙头 都是抽辣式 360度可以旋转的 现在的用材用料来说 是和别墅一模一样的 半楼云山在这里 再一个呢 这边是管道煤气入火 同时这边到时候 你都可以装电的 你要装煤气 或者是装电的 热水炉都OK 看你自己选择 一般这边大多数的业主 他都可以装那些 管道煤气的那些 热水炉比较多些 再进去看 还有三间房 进到这边呢 他就有一个 公厅的 洗手间 这边全部都帮你解锁了 那些升盘 镜 那些柜 自动马桶 全自动的 没有按键的 直接一盖盖 他就帮你冲 就没有洗屁股的功能 那里面的 洗凉的地方 那些推拉门 和花灑 全部都帮你做好了 同时 现在很多的开发商 这个洗手间 会多了一个飘窗位 那现在这种设计 第一个 这个即是送的 第二个 是方便到家 好像特别是老人家 大约可以坐着 这样洗澡 或者是呢 家里有小小的 好像我小的时候 这样洗澡 我妈妈是拿过 洗澡盘 我坐在洗澡盘 那里 我妈就这样蹲 这样帮我洗澡 那现在你有个洗澡盘 放在这里呢 那他就不用说这样蹲 这样 弯过腰就可以了 那就比较省力 我觉得是有这两个 休息的好处 那再到这边呢 先看看公主房 四间房来说 只得这一间房 是看后面的景 其他全部是看前面的 湖景那些 那这里的景 其实看出去 都是不差的 是吧 看我们灌海云山 这里的一期 市区 B区 和后期二期的 山顶那里的景 视野可以说是非常开阔的 同时不要什么遮挡 这里到时候 你打一个 米半床 你要打一个米八床 都可以做到 这个飘窗位 可以说这个房 很大厦 有差不多14个房 然后再到少爷房 这边呢 景就比较美 看一些湖景 山景 海景 是吧 哇 这些景观 是吧 每天一起床 看到这个景 觉得今天的心情 都会比较美 那同时 这个房 它跟公主房一样 都是可以打个 你这间房 应该可以打个 米八床 这个位置 米八床 然后这边 还可以做一排柜 或者放些 书桌 提你喜欢 好了 那再看看我们的 主人房先 主人房这边呢 向着南面 都是看山景 湖景 海景 和农场景观 那到时候呢 它的床头 就放在这边 床头 这个打个米八床 可以做到三边 下床 这个主人房 同时 都是带着飘窗 那它四间房 里面 它就有三间房 全部都是 赠送了这个飘窗的一个面积 那同时 景观三个房 它景观真的很棒 是吧 因为呢 说真的 廣东这边的山景 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 绿色看起来比较养眼 比较舒服 特别是有时候看书 或者看电视 看累了 那看一下绿色几分钟 你的眼睛的疲劳 一下就可以得到消除了 那再看看这个主人房的一个 小口 小口 其实这个小口 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都是 星盘 带上镜 全自动马桶 干湿分离区画 都是一样 那些跟一公厕的大小差不多 只是两公宝是够用的 不会说迫 又不会说很大 又不会说很大 適中 好了 那我们 这个阳台这里 哇 这些南北通透的 户型呢 可以说真的很舒服 那同时有些业主 他会问呢 那些冷气的外挂机 放在哪里 那其实呢 现在的开发箱呢 它全部是留了些位置的了 全部留好了些位置 到时候你的外挂机 你全部放在下面的 那些洞呢 全部的开发箱 全部都帮你做好了 就不会说 怪外面 那么噁心的 被人看到不好看 那同时 现在这栋楼 是已经有很多业主 都是入伙了 同时 好像对面那里 80栋 那只244 那是平层呢 他都是 已经很多业主 封崖的窗已经是住的了 放了些东西 就在这里住的了 可以说 半海云山这边的入住率呢 会高过 嗯 五旗 维港湾 我觉得是比那边高的 因为这边 半海云山呢 很多业主 一收楼 立刻就装修 立刻就入住 这边的业主 因为他们那时 来买这里呢 肯定就是 喜欢了这个 环境 然后再买在这里 那买在这里呢 就大多数是 退休或者是 快退休的 客户群体为主 那呢 原价的话 大概是235万左右 那开发箱那边 给的价位呢 大概最低是 211万 那我们匯湾 独家的房源来说 我们这边呢 还拿到最低的一个 这个价钱 有兴趣的话 真的可以在 频道那里 和我们留言 或者是 来实地这里 看楼 好了 那现在我们看完 这个181的大屏层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 那只125屏 性价比非常之高的单位 好 那我们现在出发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这个 C区的56栋 的2楼这里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一栋楼呢 它都是 两部电梯的 那这一栋楼呢 它是总共17层楼高 嗯 那只得33套单位 两梯两博的板楼 这种户型来说 真是很稀缺 那现在出完二楼 这一套201呢 是7月份的话 就已经有效果 我就去那边买了 那那二楼呢 现在就 剩下这一套 今天我们介绍的 这个202号单位了 那202号 其实这里呢 125屏的单位 其实这些大门 说真的 这个交流标准 很ok的 说真的 这个降置防火门 和这些智能门锁 全部都是交标 帮你做好了 那一进到门的话 这边呢 它是设计了一个房 那这个房呢 那这个房呢 你到时候可以 作为一个书房 或者是 给家里的长者 就是老人家住 都ok 因为呢 这个房呢 它是 通过这个阳楼的 那这个阳楼呢 那这个阳楼呢 虽然说是二楼 但是 那个景来说 就真的不会差 7米2的阳楼 配合山景 湖景 啊 看卖的了 同时说 这个C56栋楼有个好处呢 就是现在呢 我们这边的话 56栋楼旁边那里呢 有个山泉水 一个取水点来的 啊 到时候真的 喜欢喝茶的话 其实每日可以 就一落楼 走两步路 就可以去到我们那只 摺的那只 摺的山泉水 回来泡茶喝 是吧 啊 同时右手边这边 就刚刚好 是可以在 两排别墅中间 这条路 望出去 看到我们的湖景 啊 啊 同时说 还在 十里银摊三旗角 两栋中间 望出去 在这条丢丢的海景 啊 二楼的景观 都可以造成这样 啊 同时说 前面有很多人应该会 比较好奇 对面是一别墅 对吗 怕有时候那些 隐私不太好 但是呢 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呢 因为他对面的别墅呢 他花园那里呢 他的地势 比我们低 那同时 他上面二楼三楼那些呢 他的窗啊 啊 啊 都是小窗来的 就是他们落地窗呢 是朝着南面那边的 是吧 啊 那同时的话呢 他就说 你怕他看你 但是他都怕你看他 是吧 还有呢 大家家里的窗 他装了一些窗戀 和一些防规摸 全部都会做完的 对不对 啊 那再到里面呢 那里呢 我们再看看这个厅 其实这个125屏的单位呢 这个厅的话 都挺确实的了 啊 同时在这边呢 可以摆一排的梳化 啊 对面那里呢 就是放一些 电视柜啊 之类的 那有些业主呢 他会喜欢横厅的感觉呢 其实这一幅 这幅墙呢 其实是可以打的 它不是主力墙来的 直接整个厅 可以跟中间 刚才我们看的那只 181平的6米半的大环厅 那一打通呢 就相当于是有一个 7米2的一个大环厅 那7米2的大环厅 是比 刚才我们看的那只181平的 6米半的大环厅 更大了 更大了的 啊 相当于就是 你的厅就有大平层的一个感觉 啊 那再过来这边呢 他就是一个 餐桌的位置 啊 餐桌一进去呢 就是一个厨房 那厨房呢 它的设计呢 其实都差不多 都是留了这些 箱门的冰箱位 啊 还有这些 它现在还没装上去 啊 这些柜啦 厨桌啦 啊 还有一个 煮食楼 啊 消毒碗柜 还有抽油烟机 它都有的 到时它开发箱会 都会帮你装上去的 这三件套 都是 都是胶标来的 同时啊 这个厨房都带上窗 在这里看出去呢 一样 就是看着那只别墅的 那只车库的出口 啊 视野来说 是非常开阔 啊 这边的水龙头啊 啊 这些预留了这些 啊 电热水器的 或者是煤气热水器的 那些位置 啊 这个插座它帮你做好了 啊 全部用的是三星的名牌 啊 那再到下一个呢 这个房呢 觉得会比较小一点 是啊 这个房来说呢 应该大概就是 八九个房左右 啊 其实的话 这个房 有些业主 他不用用到四个房 其实这个房呢 他这份牆都可以打通的 这个都不是主力牆 啊 到时候如果是 拆掉它之后呢 这里呢 其实这份牆呢 你可以造成一个中倒桌 啊 相当于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那这边呢 你可以设计成一个 餐厅 的位置 因为他这份牆呢 他外面这里呢 是可以拆到这里 的 可以打到这里 全部就是 可以跟这个 前后通透啊 啊 同时的话 它比较贵旧一点 厨房看起来更加大 还有 有专门的一个 餐厅 啊 啊 那这些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餐厅位呢 其实到时候就是 可以做个 酒吧桌之类的 那 搭上这个厅 就是 可以住出 那种大平层的感觉 啊 那再进到这里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呢 就相当于是第二个套房一样的 啊 啊 这个洗手台 哇 差不多是双盘的一个 寬度了 啊 这些星盘 镜子全部是交标啦 啊 那这里的公厕呢 就是干湿分离啊 还有自动马桶啊 啊 那同时啊 这个洗手间呢 它是带上个名窗的啊 啊 啊 所以这种带着名窗的 洗手间呢 是比较受欢迎的 和呢 比较安全 啊 那再过来 这边呢 它这个房子大概都是 九个方左右啦 啊 那以前的示范单位呢 很多它都是设计的床位呢 全部做在飘窗里上面 那这边的话 它就可以 啊 那些一排的櫃在这里 啊 一排櫃 这边又到床 啊 那同时那边还可以放多个 那只电视台 啊 之类的啊 啊 好了 那现在我们去看看主人房先 啊 啊 主人房这边呢 嗯 套房 那一进门这里呢 就是洗手间啦 啊 洗手间的都是 升盘 镜子 自动马桶 啊 还有这个干湿分离区 洗澡的地方 那些淋浴的花灑 还有都是带个名窗的 啊 这个就是大陆这边的户型的设计 就比较OK了 啊 啊 那同时那些门后面这里呢 它都可以到常你可以做 那些櫃在这里 这个位置不要浪费 啊 啊 那这个主人房的空间就比较大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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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 呢 那今天呢 就是属于我们9月份的一个福利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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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你准备到这些十五万的楼 然后你减过两万元现在三万 是吧 嗯 好了 那今集呢就介绍到这里了 啊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到时候可以Whats app我们啦 啊 啊 或者是 在我的视频里留言 啊 啊 我们会第一时间回覆你的 好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好 拜拜